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这是很多人一见到这批造像 就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批造像是在1996年的10月份 这边原先是一片农田 然后它要推平做操场 就在这样施工过程中 就很多的一些残件就开始出土 它的发现就是那么偶然 我们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 让人惊喜的一些文物 延续东义文化 旗文化 延续下来到两汉时期 形成青州文化 就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下来 南非朝时期 一个新的文化面貌出现之后 这批造像产生存在发展起来的 两汉之际 这个佛教传入中国 它是经过了很长一段 适应中国文化 然后慢慢地深入民间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它包括比如说佛像 菩萨像 罗汉像 比如说天王历史像 这都属于佛教造像的内容 这个佛教造像是一个统称 在青州这批造像里面 而我们见到最多的 那就是佛像和菩萨像 它的更重要的地位是什么 它是一个外来文化 和中国文化融合之后 产生的中国的佛教艺术的 这样一个典范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它的服饰 它是那种叫宝衣博代式的佛衣 占据了整个我们这批造像 从北维晚期到东维 这样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样一种服饰 它是模仿了什么 中国的士大夫的服饰 这是它很好的一个汉化的表现 另外它的面部 它是适应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观 也是有自己特色的 比如说它那种含蓄的微笑 给人一种很感染的 人的一种亲和力 它想和你交流 这样你才愿意 把自己的心理的事跟它诉说 那你可以和它交流 你喜欢它 你会被它感染 这样就传达它的一个信仰 一个历练 这就起了它的作用 北维晚期的这批造像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它溜接 这是中国人欣赏的一种体态 然后喊胸 小夫稍微往外秃 清秀挺拔 让人看起来特别内敛的 这样一种表现 它和西方艺术 希腊老马造像 区别就在这 西方雕塑 其实它是表现的 比如说它的肌肉感和力量感 西方的艺术是非常写实的 中国人更注重 它的一种意向的表现 这可能就是中国 和西方的雕塑艺术 最大的一个区别 在青州这批造像出土之后 因为它是集中出土 就数量特别大 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 人们广泛的关注 这个风格非常明显 在中国的东部 有那么高水平的雕塑 其实可以和西方相媲美的 并且有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这确实是改变了 人们对中国雕塑的看法 这些造像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喜欢 那种盛况是空前的 其实我也很感动 自己在看的时候觉得它很美 研究价值也很高 资料也很重要 你看它去的这个世界上 这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然后人们的那种 对它的欣赏程度 它有的是出于一个宗教的 一个信仰的角度 但更多的我觉得 还是对这种雕塑艺术的认可 就对中国古代 雕塑艺术的欣赏 这可能是更多人能接受它的原因 你看这个贴金彩绘 色彩是很抓人眼球的 我们看很多西方雕塑 其实西方雕塑 也应该是有色彩的 我们在一些希腊的雕塑上 发现一些彩绘 但是它的保存程度 看实物就看到了 它是白白的素素的 但是中国的这个 相对完整 也贴金和彩绘保存下来了 这也是人们对中国的雕塑 可以说从工艺方面 而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说所有人 都应该重新来审视中国的雕塑 它是一种素绘结合的 这样一种雕塑艺术 通过这批造像 也给很多人一个提醒 并不是素色的 素的白的 不是这样的 这个雕塑呢 让人们重新审视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 保存下来这些雕塑 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慢慢会形成一种 自己独特的一种文化面貌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 我觉得就是最终影响人的 其实是文化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